音乐五四三 马世芳制作主持 假如你是认真的乐迷 这里有很多厉害的歌 请你张开耳朵 准备收听音乐五四三 I know it's gonna make you We can say goodnight to stay We can say goodnight to stay Ooh 咕咕咕 After heaven Now, 咕咕咕 下面一首歌曲 《不万能》的喜剧 谢谢大家 Zither Harp 嘿 愉快的人啊 和你们一样 只是被有骨的沙鸟 嘿 嘿 嘿 不停歌唱 嘿 悲伤的人啊 和你们一样 只是被灌醉的小丑 嘿 嘿 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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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中间断断续续的玩音乐 董亚迁在这段时间 琴练吉他 变成了吉他的第一把好手 在石家庄几乎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那么但是因为生活很困难 然后理想跟现实总是有很大的落差 他有一段时间 就陷入了严重的焦虑之中 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痛苦而漫长的 董亚迁他因为自己的作品 达不到自己心目中的高度 可能也因为当时内在外在的状况都不尽理想 就真正得了忧郁症 得了忧郁症呢 他的家人就送他到秦皇岛去疗养 在那边疗养了两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 吉根还是会在放假的时候 读书的空档去秦皇岛看他 两个人聊天 然后把心情彼此倾吐一番 这段经验后来让吉根写成了一首歌 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秦皇岛 据我跟他们做了一次 面对面的简单的访问 那么吉根说 那是董亚迁从秦皇岛回来之后 他才写好的歌 但是那些意象或者说那些心情 在他脑子里面已经琢磨了很久 秦皇岛这首歌后来就收录在万能青年旅店的第一张唱片里面 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的一个早期的demo 这是一个不插电的版本 站在能分割世界前 还是看不清那些时刻 这比我们黑暗的线 究竟是什么 住在我心里孤独的 孤独的海拐 在痛苦之往 开始厌倦 深海的光 停止的海浪 黄岛这首歌的一首歌的一首歌的一首歌 黑夜晚 照亮我们 黑暗的线 究竟是什么 于是他默默追逐着 横渡海下 年轻的人 看着他们 为了彼岸 骄傲的 骄傲的 变晚 蓝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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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来来看到灯火的桥 还是看不清 在那些夜晚 照亮我们 黑暗的心 究竟是什么 于是他默默追逐着 横渡海峡 年轻的人看着他们为了彼岸骄傲的灭亡 这是秦皇岛这首歌后半段的歌词 秦皇岛这首歌后来摄录在专辑里面 整个编曲变得非常的宏大 尤其是加入了小号手实力的这个小喇叭 这首歌的前奏是一段吉他的环境音效的感觉 然后慢慢的去营造一种悬疑的气氛 接下来小号会破空而出 那真的就好像从海面一路浮生到星空的那种 瞭望开阔的一个大摇镜的感觉 我们接下来听一下万能青年旅店 在录音室里面的这个版本的秦皇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鼓舞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站在能分割世界的橋 還是看不清在那些時刻 這批我們黑暗的線 究竟是什麼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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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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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掌握的這樣純熟地道的吉他手 而且相当的细致 当然 这个团最重要的 除了东亚签的吉他之外 就是史丽的小号 摇滚乐里面加入铜管乐器 这个尝试 我想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 跟叶云平在聊这个团的时候 也提到过 大概从80年代末期 崔健和刘源的合作以来 就再也没有听到铜管乐器 在华语摇滚里面 发挥这样子耀眼的光芒 那史丽为什么会加入万能青年旅店 他们是先想到了要铜管乐器 再去找铜管乐器的好手来参加吗 其实并不是啊 纯粹就是 当时团员来来去去 最后老是只剩下 贝斯手机跟主唱吉他手 董亚签两个人 他们想要再找一个歌们来参加 史丽是他们的朋友 那就问他说 你到底会什么乐器 他就说我就是会一个小号 那就吹小号吧 就是这样子 没想到这赋予了万能青年旅店 最鲜明的性格 那么 这个团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除了在编曲和演奏的技术水平上面 他们有着相当相当扎实的功夫 之外就是歌词 吉庚这个滋忧生 他的歌词 他是写 他年轻时候写诗 后来他是写歌 他的语言是非常好的歌词语言 语言密度很高 带着诗的味道 而且呢 有很多耐人寻思的地方 在现在海峡两岸很多独立乐团都流行唱英文 这其实并不奇怪 因为音乐风格就是来自西方 这样的音乐风格那样的线条 用英语的那种口感去唱 好像是比较直觉的 这个在全世界其实都差不多 尤其是汉语跟英文的那个口感 是非常不一样的 能够克服这个门槛的摇捆乐手 说实在的未必很多 董雅谦不但有着一副好嗓子 而且有了基根这样一个好的作词的伙伴 跟他一起合作 于是乎万能青年里面就有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就是他们的歌词 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听的这首歌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首歌叫做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 这首歌的副歌反复唱说 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又于 就是又是那个一个一个框框里面一个有无的有啊 就是限制的意思啊 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又于昼夜厨房与爱 昼夜厨房与爱 来到自我意识的边缘 看到父亲坐在云端抽烟 他说孩子去和昨天和解吧 就像我们从前那样 我们接下来听一下万能青年旅店的这首歌 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流出时代一号热热 撕开夜幕和荣雅的平原 越过淡几色的河边 在远方的最后一个季节 在远望的最后一个季节 远望的最后一个季节 远望的最后一个季节 在远望的最后一个季节 在远望的边缘 看到父亲就在云端抽烟 他说孩子去和昨天和解吧 就像我们从前那样 永远望的最后一个季节 在远望的最后一个季节 六下就搬交融一点点 717岁的基辖 俗老山头发 三十天 хотя Should be a cop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看一瞬间 就看一瞬间 我紧握我独立不得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董雅谦在主唱一间吉他手团的灵魂人物 他在石家庄不试生产 过着颓废的日子的那段时间 他住的是一个在河边的屋子 一个河边的一排房子 然后那个小房子 他的那一圈 就是那一圈哥们 弟兄们 每一个人都有那个房子的钥匙 谁随时要去就可以去 所以有时候主人不在家他们就自己就进去了 然后就在里面睡了 就在里面玩了 吃了 只有主人自己没有钥匙 所以他回家之前都要从 那个门边有一块水泥抠下来 然后把钥匙藏在后面 把那个钥匙掏出来才进得了 有时候一进了门才知道 今天谁来了 今天谁在地上睡觉要跨过去 因为这样的灵感 他就把那个家 大概就叫做是万能青年旅店了 就他们很早期很早期的时候说的一个故事 这个团 我刚刚说他们到台湾来 从他们的作品去年引进 在台湾重视发行代理版 乃至于这次到台湾来演出 我看到非常多台湾独立音乐圈的朋友都去看了 我想会有一些效应 第一个是他们那么扎实的音乐演出的基本功夫 那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 那个是玩团玩了十几年才有办法磨出来的功夫 万能青年旅店从董亚迁和鸡庚 十四岁开始组团 到认真的开始玩音乐 认真的创作 到他们最后终于录完这张唱片 中间度过了漫长的十年的岁月 他们也在这段时间里面经历了无数的曲折 无数的磨难 然后老实说 以一个石家庄出身的乐队 石家庄在这个整个中国的摇滚地图上面 并不是最耀眼的城市 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摇滚场景 真正要找机会找出路发展的 都得到北京去 那么以当时他们的条件 做出那么一张唱片 大概也不太可能想说 会发挥多么大的轰动的效应 因为独立音乐圈也就是那么点人嘛 谁都没有想到这张唱片 在十年之后终于做出来 吓坏了所有的乐评人 吓坏了所有的电台DJ 当然也包括在海峡 对我们听到这张唱片的我 石家庄我还没有机会去 去年五月的时候 我到北京参加草莓音乐节 那个时候第一次看到 万能青年旅店的现场演出 那个时候他们的乐团编制 算是简配 就是唱片里面有曼陀林 有大提琴 但是在现场没有 所以就是小号吉他 那天大概是因为室外的场地 这个音响条件的关系 听起来比唱片是略有逊色的 这次他们到台湾来 带了小提琴 整个的音场变得更饱满 那么我觉得他们的舞台状态 也更稳定了 去年一年他们唱了十几场的演出 多半是音乐节 也有像星光现场这样的专场 网路上可以找到很多 他们演唱的实况的录影 他们在现场的状态 是非常稳的 我觉得这么稳定的现场 而且这么高度的繁复 细致的编曲 要在现场去重现 这个功课交给同辈的 不管是香港的 台湾的 或者中国大陆的独立乐团来做 我都很难想象 他们是否能够做得到 这是我觉得 另外可以给同辈人 借尽的地方 接下来 听一下这张专辑里面 另外一首歌 这首歌叫做 叫做大石碎胸口 这是一个很搞笑的标题 但是其实 歌词一点都不搞笑 这首歌的录音室版本 仍然有注册商标的 这个小号的声音 我们来听听看 这首万能青年旅店作品 大石碎胸口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这首歌 李宗盛 《陈宥盛 》 李宗盛 《陈宥盛 》 李宗盛 李宗盛 《陈宥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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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每旁的城市 你给它一个 传动的方法 来克制空望 来丢弃 风望风轮 闻去掩饰 悲梦让你活得自由 《陈宥盛 》 李宗盛 《陈宥盛 》 李宗盛 《陈宥盛 》 李宗盛 実 toy scene at 7.900 李宗盿 停 点 之后 暂时摆脱了 鲸蠅的时刻 倒转的河 飞旁的城市 驱赶着所有 拒绝沉默的人 那首疯狂的歌又响起 Zither Harp 天灯熄灭 无欢心意 你牛入海 黑暗好像一颗巨石 暗在胸口 独角大道 百万富翁 莫怕滚蛋 黑暗好像一颗巨石 暗在胸口 黑暗还是一颗巨石 黑暗 黑暗 除了 黑暗 适局 黑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我不懂捷克语 总之我觉得自己念得很标准 即使不标准 那又能怎么样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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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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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FM98.1 98.543节目 我是马世芳 刚才提到的是万能青年旅店 在去年11月 北京星光现场的 实况录音 他们重新翻奏 翻弹捷克乐团 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 宇宙塑胶人的作品 这首作品 捷克文好像是念成 Below to the Deaf 开头的时候 那个 萨克斯风手 很搞笑 他就负责爆幕 他就讲了一段 很冷的那个 那个 歌名 我查了一下Google翻译 大概意思是 最近以来 万能青年旅店 特别提到这个乐团 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捷克乐团 宇宙塑胶人 他们曾经是 1970年代 促成捷克 反对运动 成立的一个 转列点的关键乐团 相关故事 其实非常非常的 引人入胜 他们自己并不是一个 政治取向的乐团 但是在捷克共产党上台之后 宣布对所有 这个 从西方势力而来 要独化捷克青年的 这些摇滚乐 全部要加以严格的禁止 西方摇滚是被禁止 引进的 乐团不可以取英文团名 不可以留长头发 不可以唱英文歌 那宇宙塑胶人 他们不愿意 跟随这个领导的指示 所以就 变成了一个地下乐团 后来就经过 非常多的迫害 还被抓去监狱里面关 那他们被抓去关这件事情 就带来了当时 文学家哈维尔的注意 哈维尔后来就发起了 文化圈 这个学者圈子里面的连署 要去声援被关起来的 宇宙塑胶人 他们说 他们 我们不一定 不一定每个人都要 喜欢他们的音乐 但总能让他们 有唱的自由吧 结果这个串联就变成了 事情越演越烈 最后就促成了 捷克反对势力的大集结 后来就促成了 七七宪章的签署 变成了捷克反对运动史上的里程碑 哈维尔也因为这样 就变成了 也被抓进去关了 变成了捷克最著名的政治犯 当然后来在 八零年代末期 捷克共产党被 这个私戎革命 被民众革命推翻了 和平的政权转移之后 哈维尔当选了捷克的 民选总统 我想 宇宙塑胶人的音乐 跟万能青年里面的音乐 假如说有相关的话 就是他们都用了 弦乐和铜管乐器的编制 那么 我想当初他们在组团的时候 未必有受到宇宙塑胶人的影响 但是在 在听了宇宙塑胶人的作品之后 他们可以娴熟的去翻玩 玩出刚刚这样的一个致敬版本 我想就连宇宙塑胶人自己听到 应该也都还会蛮高兴的吧 今天我们再重新介绍 来自河北的石家庄的 万能青年旅店这个乐队 他们今天在高雄大港开唱演出 这张唱片 万能青年旅店 它的整个录音制作水准 是非常非常扎实的 可以说 替整个中国独立摇滚圈 又树立了一个新的高度 因为它的编曲 我刚刚一直强调 这张专辑的编曲 其实相当的不容易处理 曼陀琳 电吉他 小瓦巴 中提琴 这些乐器要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音场 还有鼓的部分 要录得比较细致 这都不是简单的事情 最难难可贵的是 万能青年旅店做这张唱片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进过任何一个正式的录音室去录音 他就是在 主唱抖二千的老家 临时凑合的架了一些器材 全充录音室 是这样的方式去录制的 那么整个专辑录制的过程 大概就花了三年的时间 而且中间不断地推倒重来 不断地打破推翻之前的东西 他们也没有什么好的器材 一切从最早 这个主唱董亚迁 他拿到一支相当有名的 Newman U87的麦克风 他就觉得这个麦克风太厉害了 就用这个麦克风来录吧 拿什么都拿这个录 到后来呢 有人告诉他说 麦克风好还不够 还要有好的麦克风扩大机 他就上网路找啊 想尽办法去找那个扩大机 要攒了钱去弄那个扩大机 然后呢 又想尽办法攒了钱呢 去买电吉他的音箱 总而言之 一路不断地 不断地推倒重来 不断地攒钱凑气 然后所有的人都没有在 正式录音室里面工作的经验 所以他们只能一边录一边摸索 他们的参考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听过无数次的 无数章的经典摇滚专辑 他们心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尺度 就是自己的唱片拿出来 跟国外西方世界曾经录出来 那些经典摇滚唱片放在一起听 不能够太逊色 这是他们的标准 所以他们有时候录完了觉得 哇 这录得好棒啊 拿出来再跟他们心目中的经典 拿出来一笔 就觉得怎么还是人家比较厉害 不行不行 我们得重来 是这个样子 一遍一遍地重来 一遍一遍地重录 一边做 一边学 一边修正 录到后来都快要封掉了 才好不容易把这张专辑整个的搞定 这是一张彻头彻尾DIY的专辑 它跟主流唱片工业的生产流程毫无关联 但也正因如此 它能够做出这样的成绩 更令我真的是敬畏有加 我们接下来再听一首歌 这首歌叫做十万嬉皮 这首歌听说是当时 鸡羹写给董雅谦的歌啊 董雅谦他们团里的叫二千二千 所以这首歌是以董二千为主角 董雅谦本来不太愿意唱这首歌 他觉得我堂堂一个Rocker 在石家中混得也挺不错的啊 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咖嘛 你怎么把我写得这么狼狈呢 他不太愿意唱 我拖了很久才唱啊 但是后来他想出一个 他想通了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角色扮演 唱的不只是歌里面 这个叫董雅谦的人 其实也是那一代青年人的一种缩影 我们先听歌吧 十万嬉皮 大梦一场的董儿前伸手 推开窗户 举期望远景 天地映出一阵怒烟 千亿武同路 后不见归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不能挫字 无不能放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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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开场今天第一段节目曾经听到他们那首《秦皇岛》 《秦皇岛》这首歌很多很多歌迷非常喜欢 甚至于会在网络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完全不一样的版本 他这个歌迷还真是挺能唱的 《秦皇岛》这首歌述《秦皇岛》 isso 已经是挺能唱的 还真是挺能唱的 《秦皇岛》这首歌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站在能分开世界的墙 还是看不起在那些时刻 这比我们黑暗的心究竟是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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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能看到灯火的桥 还是看不清在那些夜晚 照亮我们黑暗的心 究竟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于是他默默追逐着 横渡海下 年轻的人 看着他们 为了彼岸 骄傲的 骄傲的 灭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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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从来不需要的体只有窗口把一切交付于梦境和优美的浪场 啊 这颗星星所有的测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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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学和啤酒 都不能安抚的夜晚 他们丢失了四季 惶惶之心开始 这颗星星所有的酒馆 无法听到远方的呼喊 野心勃勃的灯火 瞬间吞破黑暗的天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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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二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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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万能青年旅店写这首歌 当然跟这个爆炸案的故事背景 多少是有那么一点关系 但他并没有直接去写它 他只是借着这个事件 勾引出来的一些灵感和意象 去写这个歌 这个歌真正的意思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诗 是不能够去强作解释的 但是我在有一次万能青年旅店的专访里面看到 作词人鸡羹 他又自己说了几句 非常简单的说 他说这歌分三段 自己讲的是一个家庭 第一段讲的是父亲 第二段讲的是母亲 第三段讲的是孩子 所以第一段讲的是上班的工人 傍晚六点下班 换掉药厂的衣裳 妻子在熬州 就是在煮州 煮稀饭 我去喝几瓶啤酒 如此生活三十年 直到大厦崩塌 云层深处的黑暗 淹没心底的景观 第二段呢 就换了一个场景 在八角柜台疯狂的人民商场 人民商场我就特别问了他们 这个是什么 他说是他们石家庄 他们小时候常去逛的一个 像我们的百货公司 以前是最光鲜的 后来就整个没落了 那么在疯狂的人民商场 做什么呢 用一张假钞 买一把假枪 保卫他的生活 直到大厦崩塌 夜幕覆盖华北平原 忧伤浸透他的脸 这可能是近在 华语流行歌词里面 写的最漂亮的 几段歌词之一吧 第三段歌词写 河北师大复中 乒乓少年背向我 沉默的注视 无法离开的教室 那河北师大复中是石家庄 几所特别好的中学啊 那也是鸡庚自己念的学校 至于乒乓少年 他也特别说了 他说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啊 所以年轻人要发泄精力啊 打架 逞胸 骑摩托车 这些老师家长都不会允许的啊 打乒乓球是唯一合法的 被接受的出路 所以就是压抑的青年 能够发泄自己的一个管道 所以他写 乒乓少年背向我 生活在经验里 直到大厦崩塌 一万匹脱缰的马 在他脑海中奔跑 就是这样的歌词 这首歌在The World的现场看完之后 我和这个月评人陈德正散场的时候 他就很感慨地说 他觉得这首歌就是他们这一辈人的 Stare it to heaven 我觉得他说得非常非常准确啊 那个气势 那个深度啊 而这首歌 很多对岸的网友会说 没有第二线 第三线青年的那种生活 城市生活的经验 二三线城市青年的生活经验 是没有办法真正理解这首歌的 但我倒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说 有过跟万青这些团圆 相似的生命经验的听众 可能从这些歌里 更能够体会其中的某些细节 但是了不起的艺术创作 永远能够超过一时一地 而展现出一种普遍的感染力 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我相信 在所有这一切的新闻 事过境迁之后 在我们这一辈人 乃至于万青这辈人都老去之后 再被听到 仍然是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的 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 就来听听 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我在那天跟他们聊的时候 还特别问了 就是之前不是说 就是人生抽到的 都是一首烂牌吗 那从出了专辑之后 被所有的乐评人 文艺千年捧上了天 变成了音乐节 可以唱压轴的天团 甚至受邀 可以到香港跟台湾演出 接下来可能还 还会有国外音乐节的演出 也不一定呢 那他们会觉得翻身了吗 会觉得脾气太来了吗 他们很严肃 认真的说不会 他们现在心情是 如履薄冰啊 而且第二张专辑 很多人在问 很多人在问 但他们真的没有时间表 甚至有时候 东亚千还会说 不一定还要再花个十年 才能做出来 我觉得我们也不用急吧 因为万能青年旅店 这张专辑 对我来说 应该是可以听上 十年的唱片 当然不希望他们 让我们再等十年 就是了 今天最后首歌 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中国当代摇滚 最精彩的作品 谢谢你收听 音乐五四三节目 我是马世芳 我们下个星期六 下午四点 晚上十点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当晚六点下班 换掉腰肠的衣裳 妻子在澳洲 我去喝几瓶啤酒 如此生活三十年 直到大厦崩塌 云藏深处的黑暗啊 淹没心底的情话 在八角柜台 疯狂的人民商场 用一张家庄 买一把家墙 包围他的生活 直到大厦崩塌 夜幕覆盖花 北平原 又伤尽透他的脸 河北市大浮舟 河北市大浮舟 不背景比向往 沉默的注视 沉默的注视 无法离开的教室 收获 收获在静眼里 直到大沙崩塌 遗忘提脱脚的麻 在他脑海中温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